我穿成了并交纹理的恶毒女配 一个豢养了数十名面手的并交公主 公主虽每日与不同面手私混 但公主心中有白月光、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傅若须 公主一直以为傅若须是清风济月的高岭之花 可只有我知道 傅若须才是这本并交纹理最可怖的并交 我死后 穿成了并交纹理的恶毒女配 一个豢养了数十名面手于深宫的并交公主嘉义 嘉义公主喜好美男 美看上一个便豢养于公主府 若不从 以利相诱 以命相逼 再不从 便打断腿 下药 囚禁 直到美男心甘情愿 反正 嘉义公主也不要他们的心 这些美男都是按照御史大夫之子傅若须的模样来挑选的 公主一直以为傅若须是清风济月的高岭之花 不敢沾染半分 只敢寻些替身 可只有我知道 傅若须才是这本并交纹理最可怖的并交 书中描写 在傅若须寝殿里 藏着一间画室 满屋子都挂着一个女人的画像 有她沾花时性脸陶塞模样 与人凉亭对异思索模样 甚至 踏上身无寸缕的娇媚模样 而这女人是嘉义公主的凶嫂荣弱 那些清冷禁欲 高清雅结 不过是傅若须的伪装 她日日流速于画室 散发披荆 衣衫凌乱与那些美人画纠葛在一起 纤长雪白的纸截死死捏着画卷轴浸出鲜血 原书中 傅若须最终会成为摄政王 皇帝病重 她借机夺取兵权 并求皇后荣若于摄政王府 强制 软禁 更妄图用孩子留住荣若 可结尾 却因荣若带着腹中骨肉跳下城墙 她封魔后 血洗公尾 森森白骨 瞬间堆积了一座严罗殿 系统云我复活的唯一任务 就是拯救女主荣若的结局 穿书后初见傅若须 她身着白袍 挺拔如轻松 发丝如墨 容颜如画 眉梢眼角却尽是清冷 我晃了晃神 很难将这般折仙的人与书中行径如罗刹鬼魅的傅若须联系在一起 她为我斟了一杯茶 神情淡漠疏离 一开口 却是要我为她毒害荣若腹中的孩 昨日 宫中传来喜讯 皇后有孕 傅若须变风魔了 不再害怕旁人窥视到她不伦的内心 那双某隐含杀意识变得更黑 公主 荣若一心重 可我知她信任公主 燕窝粥里添味红花 金银卓里加点设香 十个月里 公主有很多的机会 我冷眼看着她你平和会以为我会为你做这种事 傅若须阴沉低雅的声线划过我的耳阔 不如公主和我做个交易 我将自己献给公主 公主帮我得到皇后如何 如此风魔的提议 我逼是她 为嘉义公主惋惜不甘 为爱风魔一生最终落个凄惨结局 傅若须忽然抬秀起身 将碾碎的茶饼轻轻投入我的盏中 其实 公主和陈是一样的人 什么? 她勾起唇脚 吃笑道 公主那满院子面首 有几个是自愿? 想要的东西 直接求了 锁了 要了 若其歹心 便将头颅削了 挂在房梁上 杀鸡井猴便是 我们要的东西 无论何种手段 都必须得到 对于傅若须那风魔的提议 我没有理会 我不是嘉义 并不想得到傅若须 窗外电闪雷鸣 我对静梳妆在思索如何能完成任务拯救女主荣若 雨夜里 天色暗沉 小窗徐徐摇晃 我去关窗 却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一颗死人头挂在房梁中央 地上血衣尸孩 残枝断壁渗出淤血 死人头血红的毛指勾勾盯着我 我忍不住尖叫 作呕 第二日 又是一颗死人头挂在门厅里 这次连尸身都未曾留下 公主府守卫森严 可每一日都会不知在何处 莫名挂着一颗面首的死人头 第三日 第四日 第五日 直到第六日 我终于坐不住了 找到了傅若虚 他居高临下俯视我 似乎在欣赏我的窘迫与恐惧 他盯着我的眼睛 像是阴暗沼泽地的毒蛇 阴沉低雅的声线划过我的耳阔 公主以为 你有的选择吗 傅若虚在威胁我 用那些面首的头颅 告诉我 我的命也不过是他轻易可取得之物 我恨透了他这般威胁 但还是接过了他递来的落子药 我已经死过一次 这次我想活 我将特制的药粉撒在荣若的燕窝粥里 盯着他喝下 嘉义 我傅大人并非良人 荣若忽然开口 我轻吃皇后为何说这样的话 荣若将手赋于我手背之上 眼神真挚 嘉义 傅若虚阴狠 毒辣 心机深沉 绝非是你的良配 这就是傅若虚喜欢的姑娘 纯洁 善良 衬托的 我像一条阴冷的毒蛇 系统给的指令是救赎他 可我现在正在伤害他 荣若起身 搂住我的脊背 柔声道恶意 我希望你能幸福 荣若叹了口气 伸出手去捞那碗燕窝粥 他的手触碰到条羹 我扬起袖子 打翻他面前的碗 落下碎裂的食物残渣 见了他一身 我面上一片冷漠皇后 未免也太多事 我最终还是心软了 可我还是想活 我恨透了傅若虚的威胁 却杀不了他 奇怪的是 他也不杀我 尽情只娶我 皇兄早知嘉义公主那些烟渣事 据传 当即便允了傅若虚 洞房夜 我紧紧捏着身下的红绸背 傅若虚酒醉 早已倒在身旁 于是我溜进了他的画室 我看见了书中描写的那些画 画中的荣若眸中含娇含笑 姿态魅惑 他的肌肤如血般苍白 唇却似血般红艳 我醋了醋眉 画卷上除了墨香 还有浓烈的血腥味 傅若虚画的容若都是以血沟醇 我强忍住不适 穿过画卷 我意外发现画室后有一长长的涌道 涌道后竟还有一密室 那是一间极精美细致的房间 地上铺满锦毛毯 黄花梨木床榻上悬着浅青色杖漫 墙角放着雕花梨木装台 甚至 空气中弥漫奇异的熏香 熏香 周围浮光暗动 绚丽夺目我意识渐渐模糊 仿佛坠入了黑暗深渊 清醒后 我发现自己躺在黄花梨木榻上 傅若虚坐在床榻边 看着我公主 你醒了 我欲起身 却发现四肢绵软无力 他伸出手指扶了扶我额前碎发 我惊呼傅若虚 你疯了 我是疯了 傅若虚冰冷地唇贴着我的耳阔 一字一顿 语调绝望 容若背叛我 如今连你也不肯听话 傅若虚谋抵拥着几分病态的暗盲公主 在帮帮我 可好 我为何要帮你 傅若虚指绕开了头上的竹簪 青丝散落 解开腰间忌带 衣袍半场 露出光裸白皙的胸肌 我惊慌 色索后退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说过 将自己献给公主 只求公主帮帮我 如果 我不从呢 傅若虚谈谋望我 冰凉地指拂过我的脖梗 声音四股 公主 这可由不得你 公主喜欢这里吗 这里本是我为阿弱打造的 如果公主不听话 我便将公主锁在这里 向外宣告 公主病了 残了 疯了 你喜欢哪一种 他的眸光是阴狠 毒辣 轻蔑 这便是傅若虚取我的目的 求禁我 锁住我 然后任由我去死吗 我垂下头 嘴角浮现一丝冷意都不喜欢 下一刻 藏在袖袍里的银针已经刺向了傅若虚的百合学 夫君 这场游戏才开始 傅若虚醒来时 我正在煮茶 小炉子沸腾 发出咕噜声 他四肢军被戴上了镣铐 连着铁链 一动 铁链子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他怒吼 你快放开我 我笑着走过去 用傅若虚拂过他裸露在外的身体 他色缩 扭动着身体 难耐的模样全部落入我眼里 夫君 你看 我是向外宣告你病了 残了 疯了 你喜欢哪一种呢 你疯了吗 这不是傅君教我的吗 想要的东西 直接求了 锁了 要了 若其歹心 便将头颅削了 挂在房梁上 杀鸡井猴便是 我将傅若丢在地上 用指尖取代傅与夫君 我是不是你的好徒儿啊 傅若虚促着眉 那双眸隐含杀意时 变得更黑澈透亮 我看着傅若虚 那张美如神明般的脸 故意道 夫君一定是醋了 才杀了那些面首 其实我很高兴 傅若虚面色飞红 声现沙哑你到底想如何 我的手指抚上傅若虚雪白积 我爱夫君爱的卑微怯诺呀 为了留在你身边 明知你另有所爱 甚至荒唐到承诺你 去夺自己的凶嫂 可我又毁了 我如此爱夫君 只想将你锁在我身边 让我一人看着 怎么能放你走呢 你要锁我一辈子吗 傅若虚谋光阴至 不用 最多不过十月 我讥笑道 等到荣若腹中 孩儿诞下即可 我从小卢取出茶壶 细流如斯 斟了一杯热茶给他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神态自若 依旧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 我满腔怒意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可若杀他 整个世界会崩塌 我也会死 傅若虚盯着我半晌 开口到公主 你我已是夫妻 还有长长久久的未来 今日春宵 莫蹉跎 他的眸中一闪而逝的嘲讽 虚假 他的神情和穿书前那个囚禁我 凌辱我 看着我去死的男人一模一样 恍惚中 我随手拿起一旁的利刃 失控般就砍向傅若虚的胳膊 他伸手去挡 手掌却被划破 指尖渗出了血 丝丝缕的血染红了沙漫 顺着指尖躺下 鲜艳的血流淌而下 我的理智却忽然回了笼 如梦初醒 如今 我是公主嘉义 这一刻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她 我和她一样吃傻 被心爱的男人欺骗 沦落个凄惨致死的下场 而傅若虚跟我爱的那个贱男人一模一样 只会利用女人 欺骗女人而已 我忽然不再惧怕了 一切重新来过了 瓦解 生起的 是想毁灭一切的欲 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我怎么就不能发发疯呢 我冷眼看着她 笑 夫君 你那时候说的没错 我现在想得到你了 所以 别怕 我不会杀你 我不会杀你 但是会囚禁你 凌辱你 折磨你 傅若虚苍白这一张脸你什么时候肯放我走 我扶了扶她的脸颊 笑到我什么时候答应要放夫君走呢 傅若虚恼怒的看着你想做什么 我伸手去抚平傅若虚拧着的眉穿 夫君 我爱极的 就是你这一张活色生香的俊俏面容 连生气都这么好看呢 我取来药膏 一点点抹涂于她的伤痕 轻轻抚摸 戏本子上不都是写君美男子 抢娶好多女子 总有一日 女子便会爱上男子 我想 总有一日 夫君也会爱上我的 傅若虚昂着头 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捏着她的下额 别这样看着我 会让我想吻你 傅若虚依旧倔强地望着我 不肯服输 既然这样 我紧紧捏住她的下额 猛地吻上了她的唇 是暴力的 凶猛的 强势霸道的吻 指尖将她的软糯的唇割破 口腔蔓延着鲜血的味道 傅若虚神情古怪 紧抿着唇 灰红的眸子里裹着潮气 你在干什么 闻你啊 夫君的唇是甜的呢 我俯视她 如同俯视蝼蚁夫君不喜欢吗 难道还想着别的女人 我冷眼看着她 她不作声 挑衅地看着我 我挥手 又扇了她一巴掌 她漂亮的脸颊肿了 嘴角甚至鲜血 今日起 夫君便留在此处吧 什么时候肯服软 就能保食衣暖 我又心疼地抚摸她的唇角 如果不是夫君不听话 我怎么舍得打你呢 可我一想到夫君的心中有别的女人 我就妒忌地发狂呢 傅若虚当真是非常倔强 时日未尽时 也不肯服软求饶 她坐在榻上 看着我将食物一块块地 慢慢吞入腹中 我笑了笑 今日我特意请厨子 做的新鲜芦鱼 肉质鲜嫩 这红烧猪蹄更是绝妙 入口即化 软烂入味 傅若虚瞥了一眼 那浓郁的汤汁顺着猪蹄子的皮流淌了下来 我看见她猴头剧烈滚动 她冷淡桀骜的面容缓和 开始主动示好公主 你我已是夫妻 还有长远未来 你何须如此待我 傅若虚脸色苍白 一件单薄的悬衣 发丝散乱下的面孔仍美得惊心动魄 我呼得冷力出声跪下 什么 跪下 傅若虚犹豫片刻 还是履起袖袍 跪到床脚 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吗 傅若虚 咬着牙 一字一句不知 看着她这副屈辱倔强的模样 我忍不住倾笑出声 傅君 我是当朝公主 我为君 你为臣 君臣永远在夫妻之上 你明白吗 她薄唇微起 咬着牙 一字一句道明白 若是明白了 便起来吃饭吧 我扶起她时 四肢的铁链子 发出清脆响声 极为悦耳 傅若虚时日未尽时 身子虚弱 她沉着脸 竭力隐忍 我曾看过训兽师训兽 猛兽在肮脏的囚笼里 想逃出生天 训兽师第一步便是绝粮断水 让他们无力气伸出利爪 若是十日前 她绝不会屈服下跪 可如今 傅若虚将手伸入碗叠 将肉大口送入口中吞咽 丝毫无往日清雅高洁的君子模样 傅若虚吃饱后 眼眸深沉如墨 我用手绢轻轻擦拭她的唇角 还未触碰 她便厌恶地后退 我愤怒地打翻她面前的碗 落下碎裂的食物残渣 见了她一身 我一生轻笑 你居然敢拒绝我的触碰 十日久了 你失去自由 只能看到我一人 一 十 住 行都寄予我的赐语 便也再也离不开我了 傅若虚被关半月的时候 时不时还会反叛我 捅我顶嘴 第三个月的时候 倒像是完全被我驯服了 我叫她跪下 她立即便跪下 她甚至会主动向我示好 在清冷月光下 她眸光水润 一手搂住我的腰 灼热呼吸洒在耳垂 发丝纠缠 她闻我的唇 极致温柔 可我知道 她是隐藏力找的兽 随时等待反扑 我躺在她怀里 手指拨动她的发丝 夫君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初见你时 我在宫墙角放风筝 你从太和殿走出 清月的眸子随意一瞥 我便待置在原地 心想 世上竟有如此好看的男子 我是真的爱你 可是你为什么就是学不乖呢 她抬眸 一瞬间的杀意 但很快便掩藏好 公主爱我 便是折磨我吗 我充满爱意地凝视着她 我从小看的画本子 俊美郎君想要女郎的心 都是戴上镣铐 求于踏上 百般折磨 有时候给一颗糖 有时候又发狂给一个巴掌 说来也是很奇怪 女郎们最初都恨郎君恨得要死 可经过种种折磨后 最终 都会爱极了郎君 傅若须表情古怪地看着我 可惜夫君是个男人 不能生子 画本子里的俊美郎君 都会强迫女郎生子的 有了孩子便有了羁绊 旁人不懂 她一定是懂的 她也曾将荣若用铁链锁住 求她一身为龙中雀 也不愿让她离开 傅若须垂谋 表情已连好公主到底爱我什么 我思索了一番 当然是爱你的这张美若神奇的面容 若你不听话 我便将夫君的脸包下来 贴在听话的男人身上 傅若须的表情变得争鸣 那张美人面孔都变得扭曲了 可这话 只是我对她更深层次的驯化手段 如今 她就这般乖巧温顺地躺在我的怀中 眼角泛着艳红 即便是虚情假意 可就像笼子里的金丝雀般 只要喂食 便争先轻柔提教地讨好于我 我轻柔吻了吻她的纯夫君 乖一点 趁着她睡熟 我松了她手腕的镣铐 炽热的烈焰乱窜 火光染红了半边天 傅若须如我所料 出逃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我的寝殿放了一把火 如果不是我提前做好准备 想必早已烧成焦炭 她确认的尸体不过是即将处置的死球 然后 她急不可带地去她的画室 她日日相伴的那些美人画早已被我一把火折子烧毁 我躲在暗处 无法看到她的表情 想必是痛苦压抑 恨不得将我五马分尸吧 傅若须很快收敛好情绪 这白衣 高呼公主毕了 抬着一副空棺材便入了宫 我对她这般好 她却恨不得我死 我的心都疼了 恨不得立刻出现在她的面前可不到最好的时机 我要在傅若须完全放松警惕的时候 再像幽魂一般出现 给我的夫君一个惊喜 我装作侍女躲在暗处 旁观着她演完一场自导的悲情大戏 新婚妻子死于意外 她恨不得随我同去了 所有人都在难过 沉溺于她的悲情里 只有皇后荣若脸色难看 是凛冽的含义 入夜 他们趁所有人不注意 在后花园私会 我躲在暗处 看见荣若生气的质问傅若须是你吧 家义公主 傅若须面颊苍白漆冷 语气很利阿弱 你可知家义公主是个疯子 她嫁我 就是为了日日折磨我 傅若须挽起袖袍 将那些阴镣铐留下的血痕给她看 她长期将我囚禁 用铁链子捆绑 不让我宝石 时不时还罚我贵 若我忤逆她的意图 她便一个巴掌落下 她还杀人 你可知她杀了满污面手术十人 残枝断壁被她随意丢起 满脸血污的头颅就挂在那里 争鸣可怖 她上前一步 攥紧了皇后的手腕阿弱 他们兄妹都是疯子 皇宫处处都是吃人的兽 你随我逃吧 皇后的身子在发抖 摇摇欲坠 所以你杀了她吗 傅若须晦暗无光的美貌面孔 笼罩上一层寒霜 阿弱 你到底要怎么样 这样的疯子死了便死了 最重要的是我和你 你可知 我知道你有孕 心口疼得像是虫蛇在皮肤上啃咬 每一寸肌肤都撕扯成丝 皇后想逃 却被傅若须拦住了去路 她去吻她的唇 她想上手去拦 想了想 却首先护住了肚子 她疯狂又热烈地吻她 不顾她的反抗 不顾她大颗滚落的眼泪 用膝盖死死抵着她 护着肚子的手 原来我的夫君竟和凶嫂有这般死情 傅若须看见我时 面色如我所料 诧异 惊骇 恐慌 像是窗户纸一般的煞白 又瞬间阴寒忧深 你怎么会还活着 我漫不经心 一声轻笑 我当然活着 夫君刚刚在众人面前对我情真意切的一番告白 说恨不得在火场之人是你 恨不得追随我而去 如今却与皇后在此缠绵 傅若须放了容若 转身攥住我 脸上是阴狠的笑意 如今众人都以为公主已葬身火海 若今夜皇宫死个小宫女 也并无人在意 她骨节分明地指死死掐住了我的咽喉 越固越紧 壮若癫狂 去死吧 丰富 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置我于死地 她谋中的恨意 浓郁得像是要毁灭一切 我窒息着 四周浮光暗动 绚丽夺目 死亡前那一刻飘飘然的感觉 我又经历了一次 我怎么可能真的去死 我的袖袍中藏着银针 再等一等 等一等 突然一声响 傅若须在我身前倒下 身后是荣若 她的手中举着一块血淋淋的鹅卵石 荣若为了救我 伤了傅若须 怪不得傅若须如此赤恋荣若 她真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好姑娘 她的手在抖 慌乱地丢掉了手中的石头 她会死吗 我勾唇笑 轻悠悠地说我和她都没这么容易死 毕竟 祸害一千年 荣若仰其脸 柔声问你要如何带她 我伸出手 轻轻抚摸了傅若须脸颊 后脑勺上渗出的血都滴到她漂亮的脸颊上了 我吻了吻她的额头 嗅到了兴气 皇后娘娘 嘉义公主已死 她的驸马因太过伤心 晕倒在了后花园里 傅若须被我用一口空冠运出皇城 我趁着她昏睡 用砍骨刀 砍断了她的腿 她一点都不乖 只是试探她 松了松她的镣铐 她立刻想回到荣若身边 既然如此 我便如折断小鸟翅膀般折断她的羽翼 她便再也逃不掉了 毕竟她就是这般对荣若的 我还得好好感谢她的好点子 她被我吓了药 这般疼痛也未能梳醒 但她的眼角还是落下了泪珠 混着粘稠的血液一起 我伸手将她的眉穿抚平 她这副沉睡的模样真的好乖 夫君 睡吧 醒来 便一切都好了 傅若须醒来后 静默了几分钟 眼眶睁大 目光涣散 死死看着自己的残肢 我搂住她 抑制她疯狂地挣扎 夫君 别乱动 不然会更疼的 我将床踏上傅若须的长袍脱去 在她的残肢上药 又为她施针 按摩揉捏 夫君 你还疼吗 傅若须闭上眼 眉头拧紧 苍白如指的唇半抿着 似乎在忍受痛苦 可她一声不吭 夫君 你今日怎么又想逃了呢 我回来时 看见傅若须匍匐在地上 本来已经结痂的伤口 又不断涌出鲜血 傅若须猛然捏住我的手臂 死死盯着我公主 与其如此折辱我 不如给我一个痛快 夫君说什么呢 我看见傅君受伤 我的心比夫君更疼 怎么会舍得夫君去死 傅若须不作声了 脸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 清冷破碎 我似乎看不懂她 我对她这般好 她却总想着去死 她手腕上的伤口密密麻麻 一次比一次深 我替她包栽好伤口 每一次看着她流血 又一次次结痂 在阶下 夫君 不要做这般无谓的事了 你的命是我的 即使到了阎罗殿 便也会被我追回 她闭上眼 不再挣扎 一双眸空洞苍凉 却更是一种寂寥的美 阳光从隔窗射入 我对着铜镜 罗带苗眉 镜中人纯枝艳红 华丽出尘 傅若须坐在轮椅之上 面色极为平静 我问她夫君 我美吗 她瞥了一眼美 我不满她的敷衍 脸色阴沉跪下 傅若须沉着眉眼 却一动不动 我弯唇浅笑 装作吃惊的模样 我忘了夫君的腿早就被截掉了 哪里能跪呢 傅若须那张美若神奇的面容一直看着我 夫君 乖一点 不好吗 我轻柔地吻着她的唇 她一动不动 像一件破败不堪的衣衫 无趣极了 夫君 你为我做画吧 好不好 好 为我画上千百符丹青 用血沟唇 像是画容若那般 好不好 好 提到容若 她的面色依旧平淡 宛如傀儡玩物般 她木讷地凑过来吻我 我嫌恶地凑过脸 原来跟别的男人也并无分别嘛 傅若须微微有些愣住了 驯兽师驯兽第二步便是让他们失去本能 他们的每一口食物 每一口水都会觉得是主人的恩赐 傅若须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愿出门 可是 我偏偏要带她出去 逛街市 进马场 听戏曲 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模样 街市拥挤 她的轮椅碰到菜贩子的摊位 惹来一句句难听的会语 马场里 我姿态肆意地挥边 她瞧着 低下头颅 她从前是最爱马之人 戏园子里 她指指点点 她脸孔连着耳根子红润一片 傅若须拉了拉我的衣袖 动了动唇阿易 我想回家 我蹲下身 笑吟吟看着她夫君 莫怕 你总是要出来散散心 我又历声斥责那路人在胡言乱语便将你舌头斩断 回家路上 她脸色苍白 骨节分明地指死死攥着衣袍 如今我已是个废物了 傅若须身躯瘦 脸色苍白 一席悬衣坐在轮椅之上 眸色沉沉显得荒凉寂寥 长发披肩下的面孔依旧美得惊心动魄 我揽住她的背脊 将她护在怀里 夫君 你在家一心中便还是最好的 傅若须这副卑微怯懦的模样可比前段时日那父母那样子好多了 破碎感 竟让我生了几分怜惜之情 有时候 也需要给她尝一尝甜头 就像那风筝的线 绕在手指 收收紧紧 才不会断 我依偎在傅若须的怀中玩弄她小衣的忌怠 夫君 昨日张大娘说 你配不上我 她呼吸一致什么 她说 你空有一副皮囊 却有残疾 劝我趁年轻貌美另嫁他人呢 傅若须冷声道你也这般觉得吗 我扯眼思索了一番 假装没看到她沉下去的眉眼和团得紧紧的拳头 她不要我再触摸她的残腿 傅若须姿态卑微 低下头恶意 丑 她从漠然生出了羞耻 她开始在意我对她的看法 我亲吻那些有些丑陋的痕迹 盈盈笑是有些丑 可生在夫君身上的 我便都喜欢 我要让她知道 在旁人心中 她是配不上我的 而我的认同 让她心怀感激 夫君 这世界上不会再有人比我更爱你了 便是我见你的第一眼 便知道同你的结局 我亲吻她的唇 眼眸柔情浅犬 腰枝抵在她的臂弯 这一刻 我真的就成了嘉义 夫君 再替我画一幅单轻吧 这次我想要一幅驯兽的美人图 好 傅若虚坐在院中离树下 阳光洒在她轮廓分明的脸上 美人如玉见如红 从前 她的眉宇间尽显清冷傲气 如今 倒像是个傀儡 系统催了我好多次 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她检测到傅若虚没了反抗意识 不会对女主再有任何威胁 可我竟有几分舍不得了 在那个世界 我是被心爱的男人谋害而死 我卑微 爱了那个男人十年 为他奉献一切 可他有了新欢后 便想摆脱我 于是我跟踪 窥视 打扰他的生活 他的小女友终于受不了 离开了他 我以为他会回到我身边 他却为了报复我 将我关在他训兽用的肮脏的囚笼里 囚禁 凌辱 他轻蔑地看向我 你就这么爱我吗 疯子 恶不恶心 最终 看着我被野兽撕扯而死 原来 在他眼中 我一直净是个疯子 我冷眼瞧了一眼傅若虚 他真是像极了那个男人 俊美 自私 那个男人曾教过我训兽 可那时的我从没成功训服过一头野兽 傅若虚的腿 每隔一段时日便需要医师上门照料 蒲医师是这小城有名的妙手 他将床榻上傅若虚的长袍托去 在他的残肢上药 又为他施针 按摩揉捏 我给他递枕巾时 他忽然凑上来 手指抹撒 小声在我耳边嘟闹 夫人 你那夫君虽貌美 却是个残疾 你若寂寞了 我偷偷去看傅若虚的表情 他听不见我们说话 面目猙獰 眸色越来越黑沉 经过街市的时候 听众人议论 蒲医师雨夜看诊 陆玉歹徒 竟被刺死了 我将这事说给傅若虚听 他突然抬眸 唇角掠过笑意阿易 只有我们 不好吗 傅若虚评宿里 那双清冷无欲的眸却清澈透亮 隐约闪烁着极许不易察觉的病态光芒 其实 昨夜我看到了 傅若虚坐在轮椅上 提着剑 剑得剑锋沾上了鲜红的血 一滴 一滴 汇聚成珠 他冷白如玉的面旁沾染上了血迹 星辰雨落 随同满地的血水被冲刷无遗 傅若虚将头颅靠在我的怀中 问我恶意 你会不会离开我 我清孝夫君 你怎么又问这样的问题 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 他深邃地望着我 冰冷地指腹细细妈撒着我的面容 将我圈在怀中 恶意 不要离开我 训兽师的最后一步 便是兽都忘记自己是谁 只记得讨好自己的主人 敌对转为服从 服从转为爱恋 傅若虚变得听话 服从 慢慢地有些乏味 但他又找到了新的情趣 最近 傅若虚经常受伤 身上莫名多了许多细微的疤痕 乌尼无故溅在他白玉的下额上 傅若虚卑微怯懦的模样 拉着我的袖袍恶意 你走后 我总是被人欺辱 他怎么可能被人欺辱 我窥见他好几次捡起地上的石子 故意划伤自己的手 恶意 你会心疼我吗 当然 可不可以只心疼我一人 不对 阿黄也不行 阿黄不过是府底前一条流浪狗 我常喂食他一些剩饭剩菜 他又不依不饶地问恶意 你爱我吗 爱 那你会离开我吗 我细细思索了一番 轻笑夫君 这可说不准 傅若虚的面色瞬间惨白 可很快便又眉眼乖顺地讨好我定不会让恶意离开我 我唇角勾起一抹孝夫君 囚禁 上镣铐这些手段 可留不住一个女人 傅若虚低下了头颅 嗓音一牙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会很乖的 我曾经养了一头猛兽 它有坚韧的外壳 长着尖锐獠牙 眸中嗜血光芒 随时准备反扑自己的主人 他若看上了比它弱小的动物 便将它掳回自己的窝中 不顾意愿 当个玩物 直到将这些小玩意凌虐而死 为了驯化它 我先拔掉了它的獠牙 弄瞎了它的眼睛 它失去了捕猎的力气 变得恐慌 我接近它 建立信任和亲近 适当的爱抚 告诉它 我是它的主人 它需要食物与水源 需要讨好我而获得 我不会让它饱食 也不会让它饥饿 离开我 它便失去了安全感 它开始依靠我 虽然有时候也会叛逆 但这无伤大雅 我总有本事让它变得听话 傅若虚的少女训兽图完成了 它讨好般的望着我恶意 你看!美人图上那红衣少女身姿鲜鲜 眉眼却凌厉英气 手中秦智一寿 那寿乖顺无比